如果說您要找一些就是已經具備好的 這個圖檔的話可以通過這個地方 通過什麼這個關鍵字 png或svg 也就是您要找的關鍵字加上這一個 比如說像我們現在在這邊 您進入到這個圖片這裡來 那我想要找 想要找什麼 剛剛那個的話 如果您想要找一個 boi好的svg 您先看一下 有沒有發現這樣找到一堆 而且你會發現 我如果沒有加關鍵字 找到的是 可能有點正的有向量的對不對 而且通常有一些是會有背景 沒錯吧 但是你看我們剛剛加上這樣的關鍵字 因為svg會比較屬於像卡通的 你有沒有覺得發現它是屬於向量的 相對如果找的是png 這個也還好 因為boi的話像這個有沒有 png主要是點正為主 所以你可以找看看 那但是記得一件事情 比如說你想要這一個 先看一下 如果你的畫面上有看到背景 這樣一格一格的 恭喜你 這張是具備好的 這張是具備好的 你就不用再做具備了 但是要注意哦 按右鍵 複製 這樣會成功嗎 不會成功哦 你看我把它複製 我拿到我們Edifriter把它貼上 這裡我先讓它回到原覽 把這個地方把它貼上 有沒有發現 沒有成功對不對 為什麼 要怪就怪微軟 微軟的剪貼部會自動忽略透明度 除非你是貼到Office裡面 比如說你貼到PowerPoint 這樣OK 好像2007以後 PowerPoint就是Office是支援這種透明度 突打 可是只要不是Office系列的都沒有 那這個時候怎麼辦 我們會建議各位 你就直接把它另存一個圖片 把它另存回來 像我現在放在這邊好 中邊上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回到這邊來 插入圖片在哪裡 從這邊 你看上面這裡 有沒有一定要注視 它這個中文 英文 是注視沒有錯 Anonate 但是翻成注視是有點怪怪的 好 你看 在這個地方 有沒有發現 右手邊有圖片 甚至什麼 你拿一次 YouTube的影片 也可以插進來 所以如果說你想要 放入 網路上的影片 或者你自己其他地方 錄好的影片也可以 甚至聲音也OK 截屏就是我們講的螢幕截取 你可以把你自己螢幕上畫面放進來 好 現在就插入這個 好 找到我們的圖片 也沒有發現 也沒有發現 不一樣 這樣您了解意思 所以 雖然 看起來多一個存檔的動作 但是進來真的不一樣 你有做好這些去背之後 我們是不是就可以很輕鬆的 變成你的圖式 當然 您真正要使用的時候 還是要注意一下版權的問題 好 版權的問題 所以這樣子 有沒有比較容易一點 因為它本身是有所謂的什麼 圖層的概念 也就是我們所看到的這裡 有沒有 那今天如果你要調整它的圖層順序 我可以按著它 往下拉 往下拉 這個影片 等一下 影片 按右鍵 來 有一個 這裡有沒有 顯示的順序 有沒有覺得很熟悉 上一層 下一層 最上層 最下層 都跟Office一樣 所以你到上一層 它這邊 這裡 我把影片放到下面去 好 找的沒有 好 把它移上來了 所以像這樣 我們就可以比較輕鬆的把它找到 那當然 如果說您真的有需要 就是自行具備的 你可以再找找看一些影像出現 甚至Office2010以後 也有一個就是 影片那個圖片區背的功能 你也可以用看看 這個我就先不在這邊講 這樣 有沒有 比較清楚怎麼去找 這些透明圖來用呢 好 好 好